这个停车大楼位于威尼斯的罗马广场 而罗马广场是从大陆进入威尼斯市区的公路终点站 也是公共交通交换站 威尼斯市区涵盖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斯泄湖的118个岛屿和临近一个半岛 更有117条水道纵横交叉 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城市 作词首饭 圣马可 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 马可为其罗马人 据说许多年前 温尼斯还是一片荒芜的海滩 马可到意大利各地传校 乘船经过里亚托岛海岸时 风暴奏起 马可由于到了绝境 向天祈祷 似乎听到天使在使召唤 愿你平安 马可 你和温尼斯共存 这样 这位《马可福音》的作者 成了温尼斯的守护神 其标志为圣马可飞尸 看到这两根红色柱子了吧 以前 法官就是站在这两根红色柱子中间宣布死刑犯判决输的 碳西桥两端连接着总督府和 吴尼斯监狱 使古代有法院向监狱押送死囚的必经之路 因桥上死囚的碳西生而得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维尼斯通过400多座桥梁 把118个小岛连成一体 威尼斯的风情总离不开水 蜿蜿蜒的水巷流动着轻波 宛若默默寒清的少女眼底倾泻着温柔 威尼斯市区流动着温尼斯市区移有117条水道纵横交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运河上最有名的是里阿尔托桥 我位于市中心大运河上 建于1588至1591年 桥长48米 宽22米 高7.9米 是一座大理石单控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独具特色的温尼斯尖州 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名字 宫多拉 这种轻盈纤细 造型别致的小州 一直是居住在泄湖上的 温尼斯人代步的工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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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尼斯主要建造于 离岸四公里的海边潜水滩上 平均水深1.5米 这里建筑的方法是先在水底下的泥上 打上大木桩 木桩一个挨一个 这就是地基 打牢了 铺上木板 然后就盖房子 所以有人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天的温尼斯之旅就要结束了 在这里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下次再见 温尼斯 谢谢观看 再见